HELLO 大家好 我是桃園當代數位一日美尺中心主任 沈志榮醫師 請問醫師平常診所自費患者人數多嗎? 蠻多的 因為來找我的基本上都是有 美觀的需求 那美觀的需求 貼片、全磁罐這一類都是屬於自費的療程 請問醫師自費患者看診的項目是以什麼居多? 我的專長在數位一日美尺 陶瓷貼片、全磁罐以及微笑重建 這幾項 請問醫師在治療一日美尺的時候 是使用什麼機器做貼片的? 我是使用VHF德國權威5D尺標機做的那個貼片 那因為呢我們是做一日貼片 所以我們當然講求的是效率以及精準度 所以我選擇使用VHF德國權威5D尺標機 請問醫師以前有聽過VHF這品牌嗎? 因為我們早期在要做一日美尺的時候 我有搜尋過各家廠商 台灣有代理的 那經過比較呢以及試用之後呢 最後我決定使用VHF這個品牌 請問醫師購買或使用VHF持掉劑多久時間了? 其實我們陸陸續續都有在新增有在新購 那從第一台到現在大概已經5年的時間了 請問醫師使用VHF持掉劑的頻率為何? 因為我們的來客的患者很多 而且需求都是要做貼片跟全質管 所以我使用VHF的持掉劑頻率是非常的高 那幾乎是每天在不停的運轉 那當初我們剛買的時候 一開始就把一台機械的馬達直接抄壞了 那所以說VHF對我來說 其實已經在我的日常工作上已經是不可或缺的一個夥伴 請問醫師之前有用過其他品牌的齒雕機嗎? 其實我們早期在摸索的階段 我使用過很多不同的包含研磨機、口掃機我都有嘗試過 最後呢我使用下來比較蠻習慣 而且很順手的就是VHF 請問醫師現在市面上的齒雕機品牌眾多 為什麼你會選擇VHF? 這個原因其實是因為來找我們要做一日沒齒的患者 通常都是要求比較高的 所以我當然優先會選擇精準以及快速的機器 那在這樣子的比較下來 我最後選擇VHF的原因是因為 第一個它的精準度是有在水準之上的 那再來第二個它的操作便利性也是比較不會那麼的複雜 那最後它的性價比也是比其他廠牌來的高 最後我最後是選擇了VHF 請問醫師認為VHF對你來說最滿意的部分是什麼?為什麼? 一台好的研磨機對我來講 它必須要能夠有一個好的資源各式各樣的軟體 因為我們現在市面上很多的口掃機的品牌 我們不可能說買一個品牌就要買它相對應的研磨機 所以一台通用的研磨機其實是蠻適合我們現在牙科的治療 然後再第二個呢因為大家的看診的空間 像台灣看診的空間都不大 所以它擁有自己內建的空壓機這點非常的重要 它很方便已經節省掉我們很多機器的使用空間 因為我們很多台嘛 不可能每一台都有它自己的空壓機 那最後呢其實我覺得它可以支援各式各樣的材料 因為現在材料繼續每年都在推陳出新 一台好的研磨機呢其實它是需要可以支援各式各樣的材料 來應付我們在臨床上面各種不同的治療項目 請問醫師在購買VHF後 聚達團隊的售後服務如何? 聚達團隊呢我個人是我們是蠻早期跟它接觸的 而且我們也買了蠻多的機器 所以其實呢在機器的早期啊 我們在Try and Error這個階段 其實它幫助我們非常的多 而且也其實可以誇張一點講是誰摳誰到啦 因為我們畢竟我們是做一日沒遲 我們其實是沒有所謂的容錯的空間 我們一旦機器出現問題 我們就必須要馬上去解決 所以聚達這方面在這個後勤的這一塊呢 其實我認為他們做得非常的好 而且其實他們也有自己在精進自己的相關的技術啦 有到原廠去做學習啊等等 所以他們的售後服務我認為是蠻棒的 請問醫師會推薦有什麼需求的人購買VHF? 那我認為只要想要踏入數位牙科領域的醫師朋友們 都可以嘗試使用VHF的治療機 那因為呢它比起傳統的治療項目已經優化太多的好處了 那包含像比起以前啊治療的時間啊治療的效率 甚至研磨出來的貼片全治官的精準度 都跟以前好太多 所以相信呢你踏入這個數位牙科的領域 使用VHF的研磨機之後 可以為你帶來更多自費項目的患者 那也可以提升你患者的滿意度 請問醫師會推薦其他醫師購入VHF嗎? 會